計算機概論 好我們在這邊要談論的是有關於電腦的演性 那這邊是一部電影 希特勒回來了 他一個影片 老闆女喜歡 這二部電影 他會叫我提音樂 這是一部電影 確定是一部電影 反正或是一部電影 運動 小坡耐逐一部電影 哼 우리�尼哈 shout colour employer 啊 我这件事情 黛chen 我们正常 关注 快 就 兩個人 就这种的 举弹 这种人 有亿 Henri dés腐丽的 包作 更 我可以 和打世界娱力 去 他 更大的 部长 让你 业 请 youtuber 然后 came douglas engelbart 出了这个胸部 那 developed 我自己的会 那么就把你提醒这个 ROB 我要 和其他人的名字 震震震 是不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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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短의旅程 其實就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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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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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真的鞘 那是一件衣衛的 馆一件衣默米irdr 我這麼 Adolf.Hitler ist weg 他就在了,他在了誰的名字 ミtv 他就知道了,使他議論一下 你意思是我們算用一個好好的名字 crisis 哇 拿 прок 就懂 帽"- cuarto 六 延似从六 我还不教你们 正在 帽 register 门 澳 中 拿去 给我 将军 这是 我 这些技术,这些技术,这些技术。 这些技术,这些技术。 请你来个人的东西,什么你会想。 《维护的标准》。 现在我们已经有关的关系。 很不? 这些《Wikipedia》 你已经有名的《Erfinderreichtum》的《Aria》 《Pedia》是《Enzyklopädie》 《Wiki》是《Forscherblut》的《Wikinger》 《Wikipedia》是《Wikipedia》 《Wikipedia》是《Wikipedia》 好,那有关于电脑眼镜历史 我们知道在19世纪的时候 有电脑先驱、八倍齐设计、查分机以及分析机 那第一个世代真空管电脑是1946年到1953年 在1946年的第一部电脑 Eniac在美国建造完成 1947年的时候 贝尔实验室研究出第一个电晶体 在1951年的时候 第一台商用电脑 Unvac-1产生 第二代的电脑是电晶体的电脑 它是1954年到1963年 1954年于贝尔实验室发明了第一台电晶体电脑 在第三个世代就是机体电路电脑的世代 是1964年一直到1970年 在1964年的时候有第三代的机体电路电脑 IBM360系列推出 1970年 IBM370系列推出 第四代的5A处理器的电脑是 是从1971年开始的 1971年 Intel推出 为处理器 4004 1972年 为处理器 晶片开始大量生产销售 1977年 Apple II 为处理电脑诞生 1981年 IBM推出 IBM PC 1985年 386电脑问世 电脑进入了32个亿元的时代 1993年 Intel Pentium CPU出问世 2003年 And 得64位元的CPU推出 个人电脑开始迈向64位元架构 2005年 And 与Intel分别发表双核心CPU 个人电脑开始迈向多核心的架构 2007年 苹果电脑发表iPhone 掀起行动装置的浪潮 2010年 苹果电脑发表iPad 产品再度引起新一代的平板电脑革命 这是有关于电脑眼镜的历史 那电脑先驱差分器与分析机 这是在19世纪的时代 所设计的 那基本上他是英国的数学家 巴贝奇研发了 差分机 那之后呢 他又加入了程式化功能转而研发分析机 那事实上 差分机 这一直是到了2002年的时候才有人将它实作完成 真空管的电脑刚刚也提过了 人类第一部电脑问世叫做Eniac 那主要它当他们当初是以真空管来主要设计原件 主要的原件制造而成 那目的是用来计算炮弹的弹道 1947年贝尔实验室三位科学家 发明电晶体 那因为电晶体跟真空管比较起来 它的耗电少体积小稳定度又高 所以呢就逐渐的被大量应用在电子学的领域 然后在此不久之后就取代真空管的地位 第三代的电脑 1964年IBM 所研制成功的IBM 360系列电脑 这是相关的一些各种的机器电路 IC 维除锂器时代的电脑 也就是我们第四代的一个电脑 是从1970年开始的 那超大型机体电路能容纳比机体电路更多的元件 每平方公分可以容纳数千至数万个电子元件 那在图片上所显示的是 是Intel IC的ICS CPU以及AMD的CPU MD的CPU